中共网信办7月16号宣布 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工作安排 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自然资源部 交通运输部 税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 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法新社表示 连公安部也在参与调查滴滴出行的名单之列 一个科技巨头成为如此多部委和机构的调查对象 很不寻常 6月底 滴滴出行 违背中共当局的意愿 在美国公开上市 随后中共监管部门 以严重违反数据保护为由 将25款滴滴软体下架 并启动进一步审查 新调人电视综合报道